脑场明星拒绝偶像剧《SOP》何润东为理想升格导演。 何润东指导翻墙的记忆下足苦工。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0803.19。 出道20年的何润东,过去演出不少戏剧作品,成为当红笑声,在2009年拍摄《泡沫之下》时担任制作人,博得一致好评。 对于幕后颇感兴趣的何润东,如今更升格导演,在今年自导自演翻墙的记忆。 问及为了这一刻准备多久?从我出道时就在准备,这部作品不敢说是最好,但绝对是我最尽力的作品。 何润东觅住眼笑,眼神透露住无比坚定。 何润东花了一年半筹备拍摄翻墙的记忆,即便戏拍完了,但导演的工作没结束,剪接后制,配乐,无论是哪一个环节,何润东都向亲自参与。 访问这天,何润东现身时,眼睛布满血丝,看起来很是疲累,脸上仍然挂住亲切笑容,不难看出他对这部戏的执着,就连访问完都要渐渐揭示,马不停蹄地工作,只为了让台湾的戏剧市场更加活络。 何润东指导翻墙的记忆下足苦工,图记者林百年社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一九。 何润东在翻墙的记忆演出看似超废,却隐藏巨大秘密的老师高义,剧中高义担任问题班级的集任导师,不仅不约束学生作恶,甚至放任学生作弊,演出现实中,每个人为了生存,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。 何润东透露,我不是要刻意黑化现在的老师,但在工作上,不会每个人都是英雄,也都会有不同的生存方式。 谈及戏剧剧男主角,出场时不外乎是帅气、正义,但高义的初始形象,却反其道而行,难道不会担心伤其形象? 何润东一拍轻松说住,不会,我觉得为什么要有偶像的包袱。 这样变成拍戏的SOP。 正是因为想突破偶像剧的科救,何润东找了李千娜演出校长,大家可能想说校长就是成熟稳重的男人形象,找千娜演出,会给校园注入不一样的活力。 翻墙的记忆讲述校园霸凌的题材,何润东包装了许多黑色幽默,将这些真实面扑出台面。 据中谈及被霸凌者使用自杀网站,问及不担心引起其他效应。 何润东绿带严肃地说,如果你知道这些网站真实存在,那些人肯定比你更知道,很多事不用刻意去避,我们是要让家长正视问题所在,才能去避免。 何润东透露过去在加拿大电书时,也曾遭遇霸凌,即便长大后,早是人人称现的明星,但何润东仍旧关心住那些跟他有过一样遭遇的人。 何润东表示,曾跟任职老师的朋友聊天,明白如今校园霸凌依旧存在,触发他把校园问题端上台面,大家都在拍很美好的校园爱情片,来给所有爸爸妈妈一个很虚伪的糖果。 觉得校园生活很美好,我不用担心我的小孩。